白化佛法 开启我们人人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内容 请收听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好 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台长的 每星期天十二点钟的白化佛法节目 听众朋友们 我们人在享福的时候 实际上就是在用自己的福分 很多人不懂 以为我有福气 我就应该享用 殊不知 我们学佛做人 就是要知道 享福 这是前世所做 你前世积福积德 你这辈子才有机会在享用 那么你到底是想怎么来享用呢 你到底想享用 一辈子 还是一下子 有的人的福气 一阵子就享用完了 他又没有再继续行善 做善事 你想想看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 有些人 爆发户 过一阵子 又没钱了 这就是为什么 人生无常 所以我们人在享福的时候 永远要知道 我们是在享用自己的福分 一旦用完了 你又没有吃苦 你又没有去行善 你又没有去再造新的善业 再做更多的功德 那么等待你的 就是转业 什么叫转业 也就是说 你好的福分 已经慢慢地用完之后 你就转成了另外一种业 那就是恶业 大家知道 恶业在人生当中 无时不在 我们今天 出去 开车 把车撞了 今天家里 突然之间 某一个东西坏了 孩子 突然之间 没有考上什么学校 读书不好 或者家里 夫妻吵架 等等 实际上 都是恶业所为 当你在享用自己福分的时候 你不知道 已经开始应遇着很多的灾祸 所以一旦把福分用完了 那么你的灾祸就随之而至 所以大家要记住 我们享用自己的福分 应该边修行 边吃苦 要多造善业 多做功德 否则 等待的你是 另外的一个业绩到来 那就是灾祸 所以台长跟大家讲 我们吃苦 实际上 是在转心 吃苦 是在转心 也就是说 把你的心 在慢慢的转变 大家都知道一个道理 人在苦的时候 才想得到 要求菩萨 人在苦的时候 他才会想到 我要把这个心来转变 我不要去贪图很多的东西 我现在这么苦 我就好好的修修心吧 所以 很多人不明白 吃苦 是为什么 还要去找很多人问 实际上问问你自己 为什么会吃苦 因为你所造成的业 所以佛法经常讲 要知 来是火 今生做者是 要知 前世因 今生受者是 我们今天 所有所受的这些苦 实际上 都是你自己造成的 但是 吃苦 又是在消业 当你吃苦的时候 当你在 就是在转业的时候 所以我们 要把生活当中 一切的苦 化为一切的乐 你要把吃苦 作为自己 在转业的 一个当中 运作的当中 因为 只有吃苦 你才会知道乐 只有吃苦 你才能化解 你一切的难 只有吃苦 你才能消掉 你的孽障 所以 当有孽障来的时候 当人在吃苦的时候 你最好的方法 就是 以苦 为乐 实际上 为什么 吃到苦 你还以为是乐的呢 这就是个境界问题 台上给大家举个例子 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 明明很辛苦 要去做 但是 你做得很开心 你就是叫 以苦 为乐 你为了孩子 多少个母亲 付出多少的力量 付出多少的痛苦 但是 母亲为了孩子 她在做的时候 她是感觉 不苦 我很开心 因为我为了这个孩子 我什么都能开心 什么都能做 实际上 她这个境界 就是说 因为我是母亲 所以我吃苦都没关系的 而且 我为了孩子的好 我这个就是快乐 所以 苦 是 乐的 之音啊 所以 苦是乐之音 也就是说 因为你能够得到快乐 因为你知道有苦 你不吃苦 你就不知道快乐 所以苦又是快乐之音啊 台长 接下去 跟大家讲一讲 我们修心 修法 修学 有一句话 一定要记住 叫修法 不如修心 为什么呢 修法 不如修心 你 今天的法 是什么呢 家里倒霉了 今天 我想 赚大钱 明天 我想 考上 好的大学 后天 我想 怎么样 怎么样 做高官 等等 这些都是你修的法 因为你想做官 因为你想发财 你才去念经 这就叫修法 真正有修为的人 他是修法不如修心 也就是说 我们要随缘 因为世界上的万法 都是唯心造的 也就是说 你世界上所有的事情 都是由你的本心 良心 发出来的 都是你心里想到这个事情 你才会出现这个法的 举个简单例子 你今天 想去买东西了 因为你心里 想 哎呀 我这个东西没有了 今天 你想学博了 因为你心里觉得 哦 我应该好好地做人 因为我过去做人 太差劲 所以任何的法门 任何的万法 也就是说 我们在人间 所有的事情 叫万法 是唯心造 是由你的心造成的 今天 你可以为这件事情 召集 台长再给大家 举个例子 有一个人 看见一个广告 说 有多少多少多少便宜 他的心 一直记挂在上面 不管再远 他也赶过去 等到到了那里之后 那里的营业员告诉他 你手上拿的那张广告 是上个星期的 早就过时了 那个时候 他的心 一下子就放下来了 所以 你所有的着急 所有的困难 所有的麻烦 所有的 你认为 这是正常的事情 实际上 都是由你心发出来的 这件事情 可以让你心 掉起来 这件事情 也可以让你心 放下来 又比如 你的家 有一个 会点风水的人 他到了你家来 告诉你说 你这个地方 非常不好 但是这个风水师呢 他不是太正宗 不是太懂的 或者是 道听俗说的 等到他走了之后 你的心开始动了 你的心就在想 哎呀 我倒霉啊 原来是这个道理啊 从此 你天天不开心 这个 法 是人间之法 就是由你心造成的 你等到有一天 你让台长 看过了 说 这个地方 没有问题 你的心 又放下来了 所以台长 告诉你们 万法 唯心造 世界上 所有的 法 都是 新造成的 我们说 法界 是指的 在这个世界上 所有的事情 就是在 法界上的 事情 所以叫万法 在法界上的 一万个法 都是 唯心造的 所以很多人愿意看风水 所以台长 跟大家讲 学佛 你要想知道风水 你还不如念经 因为 只有念经 才能改变你自己 所以 心 即是法 法即是心 所以我们的心 实际上 就能控制你 整个的人类 就是控制 你自己 你所拥有的一切 你的心正了 你的法 就是正的 你的心不正 你的法不正 今天 这个人嘴巴 经常讲人家不好的人 他的心 已经不正了 所以 他讲人家 骂人家 他这个法 就是不正 为什么 因为心 就是你的法 你今天坐的这个 两房一厅 你感觉到很满意 那个时候 实际上 你觉得这个世界上 什么东西 都是很满意 你觉得 我用不着去看任何房子 我这个房子 已经住得很满意了 实际上 这个法 就是围着你的心在坐 当你看见这个房子 不满意 觉得很小 实际上你的心 已经是不满意了 所以你眼睛 所有看出来 世间的房子 你都觉得 比你家里好 所以你住在这个家里 你每天就会不开心 这就是 心 是你的法 同样 为什么说 法 既是心呢 为什么说 法既是心呢 因为 这个法 也就是说 来 由你心来制造的 你今天 看见的环境 就是你的心 你今天 看见的外面的环境 特别舒服 实际上 你的心就会舒服 那么你看见这个人 你觉得很讨厌 你的心就会不舒服 很烦恼就生出来了 当你看见的外环境 都是这么的美妙 都是这么的舒服 犹如 我们去参观一个海边城市 当你看见 一往无际的海 你的心胸 一下子开阔起来 那个时候 你的心 也会开阔起来 所以 这就叫 法既是心 我们学佛 的人 要正性 而学法的人呢 他们才会修出 各种各样花样来 为什么很多人学佛 他就心静 他就专一 而很多人学法的人呢 他就看见 今天这个人 哦 有这个法力 明天 那个人 有那个法力 所以 他就自身 会修出 各种各样的花样来 大家想一下 如果一个人不学佛 而学法 他能修得好吗 所以他的念头 永远会离开清静心 他不能有一种正性正念的清静心 所以我们要修心 要知道 修法不如修心啊 也就是简单的白话讲 你们要想改变这个世界 改变你的命运 你不如修心啊 你拼命的想去改变你的命运 实际上是徒励的 因为当你运程不好的时候 命运不好的时候 你很难改变 犹如这个人被关在监狱里的时候 你所有的努力都是白花的 所以 修法不如修心啊 听众朋友们 那么台长呢 跟大家讲 修心呢 实际上全是在一个心地 你一个人的心地善良 你才能修心 你一个人的心地邪恶 你这个人是修不好心的 修心就是一个心地 这个心地实际上 就是你的本性和良心 所以 有时候 你说 我怎么样来修心呢 实际上 你真正修的心 是在你的功夫 是在你的心啊 你在心上要多下功夫 而不是在表面上多下功夫 很多人学佛 看见人家 双手合十 恭恭敬敬 但是心中无修 心里还在想着很多的杂念 这实际上 不是在欺骗菩萨 是在欺骗你自己啊 所以我们要用佛的智慧来观照 就是观看和照耀你自己 这样的话 你依照佛陀的法意 也就是说按照菩萨这么修法来修自己的心 来探讨自身的佛事 就是对菩萨佛的认识 你来好好地想一想 我今天所有做的事情 是不是我的良心发出来的 我今天所有做的事情 是不是我自身的意识当中的 我的智慧有没有 我要看一看 如果这件事情换成菩萨来做 菩萨会不会做呢 所以我们要明白 要经常想一想 我的心地是不是善良 我是一个学佛的人 只有心地善良 我才能修心啊 如果我的心中还有杂念 还有邪恶 我怎么修的好心呢 要注意自己心的动态 也就是说 要时刻地注意自己良心本心的动态 要懂得调心啊 大家知道 为什么我们拿一瓶药来 想把药吃下去 我们拿个药水的话 我们必须把这个药水瓶晃一晃 把下面沉淀的药物 把它晃出来 实际上就跟调酒一样 你要把这个味道调出来 你必须要懂得调节你的心态 这就叫调心啊 我们每天在生活上的东西 要注意自己心态好不好 我们心有动态的 因为心在动了 所以就会产生动态 今天动了一个好脑筋了 就是心的好动态 今天动了一个坏脑筋了 就是你心的坏动态 那么坏动态来了之后呢 你要调心 把自己的心调节到一定的好的地方 如果你不能调心 你不能控制你自己的坏的动态 那你就要用一个置心的方法 也就是说你只能用客制的方法 来跟心里的邪恶做斗争 每个人心中都有邪恶 每个人心都有矛盾 都有麻烦 所以台长呢 希望大家呢 能够调心 置心 就是支持你的心 来控制你的心 不做坏事 不做坏事 多做功德 这样的话 你的心才会净化 由于你的心净化了之后 你的命才会转化 由于你的命在转化当中 你是真正的度化了自己啊 你度化了自己 你才能解脱自己 战胜自己 使自己成为真正的佛呀 好 听众朋友们 今天的台长呢 这个白化佛法就说到这儿 那么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 在每星期天的十二点到十二点半 台长都会跟大家做半小时的白化佛法 那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呢 那是我们的 今天的这个悬疑问答节目 那么今天呢 台长呢 因为有一个解答会 所以呢 想呢 给大家再做半个小时 做半个小时的那个悬疑问答节目 那么后半个小时呢 台长只能给大家呢 重播录音 好 听众朋友们 那么感谢大家收听 那么 几个小广告之后呢 欢迎大家呢 继续拨打我们 九二一一一 一三零一 台长给大家 继续做 那个 我们的 学义问答节目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